師傅,剛才我聽到你說的生肖 2019年,我們都過了一半 但是未來這半年,有沒有說 哪三個生肖是比較好的? 我們說真的要好一點 屬苦比較好一點 屬苦和屬肚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什麼呢? 屬羊呢? 這三個生肖會比較好一點 好一點 那說一下好,不好的呢? 不好,屬豬的就不好,屬蛇的就不好 為什麼呢?屬豬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屬豬呢,今年我們就犯過本命太歲 尤其是在十一月,在賀月呢 會比較多麻煩 屬蛇為什麼又不好呢? 因為屬蛇是屬火的 水和火打架 屬蛇對屬蛇一定不理 其實這兩個生肖會比較差一點 嘩,這樣啊?會比較差一點嗎?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改好一點 或者轉回 可能會帶一些食物 對 或者帶老虎仔,或者帶小童仔 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啊? 是的 如果熟養的話,帶小狗仔會比較好一點 見到哪個生肖好的就一於我帶他回家 是的 師傅 食物 有沒有說有分一些什麼質地的食物是最好呢 你知道有肉有金有銀有什麼都有 是的 假設你熟悉的 我想你當然不要說帶些肉器那些 嗯 我們叫做 或者帶一些 比較綠一點的肉 都會好一點 綠一點 比較深的綠一點 剛才你說熟木的人就是要講五行 是的 我們叫做熟虎 熟土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點通關作用 因為我們 火和水打架 用木去通關 其實現在我們在講這個原理 不要再打架了 你和他打架 中間有個人力勸交 現在他要做這件事 現在你和火打架 水和火 你說誰贏 一定是水贏 一定 就是消防員救火 你沒有水你怎麼救火 因為有一個原理 火一定會的 OK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一個通關 OK 師傅 例如剛才也有講 可能有一些金器 銀器 那些 那些 哪類的人是適而帶 或者不適而帶 金器和銀器 如果熟羊 神術醜味 我們叫做熟龍 熟狗 熟牛 那些會比較適合 嗯 就是這些生肖 那有些呢 簡直是它的質地是屬木的 是 你也知道 現在也有些流行的 是 那木又是哪類人 木的 嗯 即是說 不是那麼好的 是嗎 好和沒有 都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今年幾開年 我們幾開水 一定是黃 是不是 如果你 木 看看你什麼木 我們要 因為為什麼呢 木都分很多隻 哦 如果 看回它的五行 我也要看回它的 圓弧的八字 它是 真是是怎樣的情形 才可以達到你的問題 OK 有些人 可能圓命的木很重 它就不用去 特意去做某些東西 而改變某些東西 嗯 譬如它木不夠的 那你就要用木去支持它 OK 都是要看回它的 圓命的八個字 那 那就會比較 我們叫做 準一點 準很多 OK 師傅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種質地 我突然之間醒來 是 皮 皮 是的 有沒有說 有些什麼 哪類人是不好的呢 皮 屬水的人 不太好 哦 屬水的人 要小心點留意一下 OK 屬水的 我們叫做屬鼠 屬豬 那些 我們叫做 不要留意一下 OK 理解 那 我們又說完不好 是 好 剛才你說屬虎屬兔 那怎樣可以再 增強一點 爆燈呢 如果真的要爆燈 可能要做風水 或者做法科上 好 一定要加以這些 你會增強運勢 做很多事情 不然你 只是靠術數 做一些 或者風水擺設 力未必會夠 嗯 可能你要用到某一個時空 我們要用到某一個時空 我們要用到某一個時空 用到某一個時空 看看怎樣可以增強到這個運勢 好 選擇時辰 選擇日子去做 OK OK 好的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又再多謝黎諾天師傅 好 那下集再和大家再見 好啦 拜拜 拜拜